我跟Ruby就是同班的同學 那他一直是我心目中覺得 我這輩子的初戀 雖然他到最後極力的否認 我記得那時候我的長相 黑黑胖胖的 他們都給我取外號叫姬安 然後那時候我在班上就覺得 很喜歡引人入意喔 我一直在乎說他的反應是什麼樣 很喜歡貼在那個大禮堂的那個 綠色PU地板上 假光有用 他是很兇的瞪我 但是為什麼一個女人生氣 兇起來的時候 這麼迷人呢 聽起來超笨 覺得跟他在一起哭 他就是想要聽這些啊 這也是有點被孽的那種傾向 有沒有人看過 還會上線的大老婆 有沒有人看過 慫恿我們兩個 有進一步發展的那個 他一直跟我說 這樣很好啊 你幹嘛不跟今天在一起啊 我會問他說 那是哪裡好啊 他很好笑啊 後來我們才知道 好笑跟可笑是有差別的 媽 我上電視了 你昨天有吃紅燒肉 最巧的就是過了15年以後 還是同樣一個 就憶婷這位同學 她把我家到的群組以後 讓我們兩個再度的聯絡上 後來我們就約說吃個飯吧 其實我心情是很忐忑的 Seven外面擺的桌椅啊 坐著一個小胖子 她一直以為那個人是我 你知道嗎 葡萄的戴著帽子 她穿了短袖 然後在那邊玩手機 窩的整個 我就從Seven裡面走出來 她看到我 看到她表情就知道 差不多了 就是 等一下 中了是不是 就是餓了我們可以去吃飯 在吃飯之前 想要幫她挑一個見面的禮物 就到一個賣娃娃的店裡面 去到處找找 所以我們跟那個圖長的 一樣的那種娃娃 我就買了那一隻送給她 她看到就很開心 好像滿開心的 她收到禮物應該就覺得差不多了 又差不多了 其實吃飯都可以跳過了 沒有啦 我們有過一隻最嚴重的吵架 有過吵架吵到你這樣出走 我故意收了一個小時 她就坐在那邊不理我 你說這是誰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理她 獅子座 我只要一看到她眉毛 不對勁 我就知道她心情不好 然後她心情不好呢 就是 我這種非常感性的人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心情也不好 然後我又怕半夜回家去的話 我爸媽的睡覺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朋友 跟家瑜啊 在 林家瑜 林家瑜 在Seven外面 就是聊聊聊 聊到天差不多快亮了 回到家裡以後 我爸媽都起床了嘛 我媽看到我那麼早回來 就顧錯鎮定的 就說她要去上班就走了 沒想到之後就打給你了 就說怎麼啦 好 很難過 還幫你做主 我 我本來對巨蟹座都很有好感 關鍵的一個心病就是她 不過理心 所以你要保護我啊 對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個性上 有一些互補的地方 她都會很貼心的接送我 因為她覺得騎摩托車非常的危險 然後又會常常下廚 做菜給我吃 幫我送便當 還蠻感動的 我還有為你做歌呢 那個也要講 妳好不好 妳不感動嗎 前面的時候 就是還在熱戀的時候 就那三個月嘛 還是半年我忘了 怎麼那麼厲害 因為從來也沒有一個男生就是 很有才華 他會在你面前彈吉他 然後做歌普去 就是很感動 會把他當成偶像一樣 其實久了之後 就覺得 我還是要上班嘛 我臉都過敏成這樣子 還不讓我睡覺嗎 你就去彈吉他沒有關係 那我去做我的事 好的 好的 有沒有說一夜 差不多捡一百元 昨天去捡了個三百五 有一次我們就去挑賺戒 那時候她居然跟我說 要去找一間店 它裡面賣的東西 長得很像賺戒 然後它是不是賺戒 它是琉璃 什麼 是玻璃座的 如果人家我送了你那個東西 人家朋友問你 你老公買那個給你多少 那四千九玻璃座 我還要做人嗎 本來覺得經費很充裕 買完 賺戒 就結本結局 還好我用搶的 現在去門口補還來得及 我在家裡都被打 你知道嗎 他胡說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沒有這位置 每天跪吃飯盤 做冰塊 最好有飯盤 有飯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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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我扯一堆 可是他偏偏理論派人 他就很喜歡跟你扯一些有的沒有的 導致於我非常沒有耐性 這一年多來 感覺到一些成長 大家彼此的個性也開始會有一些程度的修改 開始意識到 生活中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有一天 他就用LINE傳給我一張圖片 演員棒 上面有兩根一生一千的槓子 真的很生兩條好不好 嗯 我們在路上 有個小朋友一叫爸爸 我嚇一跳 1月18號那一天 他就說他 他懷孕了 你不用擔心 小孩子是跟你 我都會 都會好好照顧的 你要哭啦 我覺得尾燕啊 在以後將來 都會是個好老公的樣子 所以我很相信他 他會好好照顧我的 因為看見你的善良 我才發現了自己的善良 有你的地方 就是家 我覺得以後 小朋友出生之後 他也會扮演一個 好爸爸的角色 我們你的家庭會很幸福 而且很美 很美 怎麼那麼長 那這個巨蟹座 就是外面很給你 給你留面子 然後回到家裡面 我就聽你這樣 回到家我問 有嗎 有啦 大部分都聽你 那不是翹著餓良腿 然後在那邊玩小僵屍 這個其實不用講 這個其實不用講 對 對